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相识其实是因为打麻将 有个朋友他生日找我们联谊 他知道那时候我没有拍拖 他又没有拍拖 所以特意安排他们两个 在那一天就会见面 第一眼见到当然是美女 美得是怎样呢 就是可以参加选美 其实他当初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无论旁边的婆婆 在推垃圾也好 在推嬷车也好 他都会搶着去帮忙 他不是一次半次的 我观察了他很久 其实他很留意身边 有没有什么人他需要去帮忙 我是很欣赏他这件事 有没有什么人 有没有人 结婚之后的世界 就好像有公主 那个感觉 我好像觉得跌了个地獄 那时候就是因为他跟我结婚 他就希望我可以找一份很稳定的收入工作 那我就转去做IT 那时候赚钱很容易 那身边的朋友的同事 开始带我出去玩了 久而久之其实就玩惯了 到最后一次 其实最后一次的机会 就是我最后很夸张 就是公司一个同事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就搞了 然后带我回家 其实我知道他有外遇 已经是一段长的时间 那我就外遇的小朋友很小 那其实我自己知道 但是我把口就没说 那我就不断是用一些方法去试探他 那还有我最初对自己很有信心 当时我只是跟他说 我不希望他去那么多这些地方去留恋 甚至乎他是后期沉迷了去那些地方 而很少回家 甚至乎他是天亮才回家 換件衣服就上班了 那其实我们可以有什么沟通呢 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随和一点的 其实个人真的没什么所谓 但当然啦 在其他人眼中 我觉得就是没有性格 就是这样的 我本身性格很率直 很开朗很多东西说 其实我个人都很开放的 就是不喜欢收手买卖的 那我经常都觉得 有什么应该是拿出来说的 我都有一些可能比较负面 有时候当遇到不信 或者有些问题 我真的觉得解决不了 我会用逃避的方式 其实他有一些完美主义者 还有很多东西他觉得 能力范围做到的 他会很努力去做好那件事 那中间其实很多的问题去出现的时候 而他每一次都可能会觉得 就是因为你不努力啦 因为你不上进啦 因为你不愿意去承担啦 那让大家的价值观有分歧 那让大家开始越来越远 他好像又不太明白我 而我又好像觉得 他的想法 根本都不是我里面想的那件事的时候 其实在这十几年里面 很多时候会越走越远 那当一吵架 我就会用一个逃避的形式 而他就会觉得 你逃避啊 我会再追逼你 因为为什么 他很想知道原因 自从知道他对这个家庭 没有什么的贡献 没有什么的责任 那我就跟自己说 其实我有一天都会离婚 那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打算 那所以我就更加 是捉紧我自己的事业 亦都是去建立自己的 一个生活的圈子 就是预备定 将来没有了个丈夫 自己的生活是怎样的 那我其实呢 在签离婚子那一天 我还跟他说 我说 如果有一天 我们还有机会的 我们也有机会再重新复合 你就再追过我了 再后期他就再回大陆做事 那我那时候就跟自己说 那这段关系就没有了 因为引誘更加大 其实当去到一一年 正式离婚的时候 已经知道错了 都想用办法去挽回这段感情 那事实上我相信 那时候的Suzanna 都很难接受这件事 那用了一段时间 因为一个误会 那Suzanna就开始 又跟第二个男士有交往 有一个追求者 他很好条件的 其实我不是想接受 但是呢 因为他条件很好 我可以用来做一个攻击的武器 对他是一个很好的人物 他出现就是什么呢 可以照顾他 在经济上面 可以支持到他 亦都是比较成熟一些 可以可能了解他多一些 我也有点是觉得 不应该去阻止他这个发展 所以我也偽然 其实是逐步逐步打不出 在他和他的关系上的坚持 其实我把口是不好 但是我的心永远都是在 从来没有离开过 从Suzanna的关系开始断绝的时候 但是我一直有跟两个女儿一起 那段时间呢 其实都反而跟他们回家会的时间多了 1314年开始呢 其实呢 就有点微妙的变化 就是我经过有一次的丈夫团契 就说到男士的身体 和女士的身体 其实是尊重对方的 不可以因为任何的情况之下 去做出轨的事情 就是那篇道开始 其实自己心心去领悟到 其实自己是一个很大的错 我回教会是因为呢 我个女儿 那当时那个女儿呢 大女儿就 驗到有这个儿童抑骨症 那我很明白到因为 爸爸走了 他很不开心 因为他很喜欢爸爸 爸爸也很疼他 那当时我就问他 妈妈有什么做了 是会令你开心一点 他当时就跟我说 妈妈 你可不可以陪我回教会 他就说 在爸爸还没回大陆工作之前 每个星期他们见爸爸的时候 爸爸都会跟他们回教会 还有因为我自己就是上七天工的 所以他就说 我没有时间陪他们 那可不可以星期日 半天陪他们 然后下午才去上班呢 那我就当然答应他了 那很奇怪地 第一次我走进去的时候 然后呢 那个萤幕就写着一个 烦恼苦担重担者 请到我者女来 我就使你得安息 那这一段的经文呢 就打了在我的脑里面 但是我就不断不断不断流泪 不断不断里面 很委屈的感受 突然间出来了 那我就坐在我自己的位置 在那里喝喝 那是舒服了 那也都感觉到 好像有一些的安慰给自己 最初我认识Joe和Suzanna 都是因为他们两个的女儿 而入读我们的学校 那我第一个的印象 就觉得他们都是很阳光的 但是有一次呢 我就在教会的当中 就见到Joe和 那他有些的落幕 和有些的不开心 他就向我透露他婚姻的问题 我就说 在人不能在神 凡事都能 如果你能够呢 向神去到悔罪 神说 祂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神是公义的 必定会赏免你们的罪 是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其后Joe就相信了耶稣 他很想和他太太去到福我 虽然我们大家都叫他信了主 我都浸了礼 受了浸 但是那个情况 始终那次未完全去不除 神都未正式帮我们去抚平 那个伤口的时候 其实大家还有很多老我 大家还有很多埋怨 还有很多以前的不满 那样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困难的 而事实上呢 我看到这个家庭有一个很强的地方 就是神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爱在他里面 他其实是静静放了两个祸底 在他两个女儿 就是呢 就是他两个女儿是很爱她们 也都是神也有使用她们 其实两个女儿就是我的天使 我曾经有一天 我的小女儿就跟我说 妈咪 妈咪 是否我很弱你都会很疼我 我就看着她 我说是呀 你是妈咪的女儿 你怎样我都会疼你 那爸爸呢 我这么弱你都能够包容 你都能够这么疼我 那爸爸也是你的家人 那你现在是否疼她呢 我说我也疼她 那你罚她什么时候呢 她罚她不让她回家很久了 那她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呢 好了 她又会再跟我说 我说老师说的 罪人呢 如果她做错事呢 只要她肯认罪悔解 耶稣都接纳她 成为一个新祖的人 最重要她将来 不再犯这个错 我每天都疼她 我特意疼她 妈咪 特意疼她 让你罚我 但是呢 爸爸呢 他应该疼完了 他应该不用再罚她 你 我听完这些话 当时我是哭出来 再有一次她生病的时候 那次也是令我们有机会回转 她生病的时候 她跟我说 我要跟我爸爸说 我生病了 我说很晚了 你不要打给爸爸了 爸爸可能在休息 他说 你不打你又怎么知道她睡了 我自己打 我要告诉爸爸 我很不舒服 他就说 我给了电话他打 他真的跟爸爸说 我现在吐 我不舒服 我现在就在九龙堂 你会不会来看我 其实听完自己很傷心 他很渴望见到爸爸 最后呢 其实爸爸一来到等纳药的时候 他一见到爸爸 他就根本就没事 他就很开心跳起来 抱着爸爸 那我看到呢 我里面很辛苦 很辛苦 我觉得我很对这个小朋友 不住 令到他好像被逼 和爸爸分开那样 那一晚其实自己也很兜见 我刚刚搬去新屋 爸爸就说 我送你们回家了 于是仔 他那晚就留下陪小朋友了 我就去了女儿的房间分开 他就来拍门 然后就跟我道歉 也是因为这样 就开始了我们一个新的对话 因为其实我里面已经很软弱了 当时真的觉得 我对不起女儿 但外于他当时也有一段新的关系 他要求复合的当晚 我没有答应他 也希望他冷静去考虑一下 因为其实可能这么晚 或者现在这样的情况 触动了你 我很冷静地跟他说 于是仔 那天之后 一个月后 他就回来和我说 他已经处理了那段关系 他想和我重新建立一个家庭 他很想扶责任 我当时其实心里很开心 很感恩 其实神一直有叫我等候 一直有和我说 我要学习去祝福他 我觉得这个过程 令到我很多的经历 和很多的感受 接受 再抹不清 爱心的呼吸 面对一生互相后果 承担不了的错 为何遇上行 令我不开心更多 我忘记所有发生 你可以吗 让我再活过 再次选择不轻信 再决定换走他 可以吗 我 谁会抗不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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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谁会抗不轻信 我看望生命 从尝 自由 总要遇真爱 总要真爱 总要真爱 我其实呢 大家好 在一起后 都很想再结婚 因為我自己就真的很深深感受到 第一件事就是這麼難得有機會可以回到一起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完全完整 加上兩個女兒 我覺得對兩個小朋友來說 一張婚紙未必對她來說很大意義 但對整個家庭來說是一個很重要 所以我一直都很想 不過當然求我兩次婚都被她拒絕了 首先我真的希望在這麼多人面前 和我太太說一句對不起 因為之前的錯事對她有很大的傷害 希望她能夠重新原諒我 對不起 謝謝 我本身就不是想再重婚 因為對我來說 簽這張婚紙是很大的壓力 還有很多包袱 我一直都走破不了自己的關口 但很有趣就是 有一天真的一個早上 神真的在我的夢中中 和我一番對話 令到我這個戒心釋懷了 而我也願意跟從神的心意 所以她再重新和Joe簽這張婚紙 正如像Joe和雪山 今天她站在這裡和我們分享 很多的見證 就是她要去到見證一件事 就是靠他們是不能夠的 但是靠神是能夠的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拿了一個很大的意象 希望在這個婚姻裡面 不只是為了我們兩個自己 或者為了家庭去簽這張婚紙 反而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裡面 可以將我們的見證去分享 還有最重要是想祝福到 其他有可能類似的情況 或者可能在夫婦關係上 有一些嚴缺的 或者可能有困難當中 我希望藉著我們這個婚禮裡面 可以祝福更多的人 所以不知為何 我們很反映大家有很大的共識 就是用一個報道會的形式去做 如果我真的最感動的那一刻 其實應該是當中有人厥自信主 那一刻的感動 其實我們憑著神的心意去做這件事 是真的可以祝福到人 我們來買中華鮮雞, 好不好 洋蔥雞 我自己很感恩看到他們生命的改變 以前他們很想賺更多的錢 但今天他們希望可以賺取更多的靈魂 他們什麼時候跟我回教會 買齊了嗎 買齊了, 應該不是, 老婆 買齊了… 買房子了 他現在在做賣煲的生意 但他們現在不是去計較 賣多少個煲 而是他盼望看到有更多人 可以在家庭復活 最難就是這個位置 把雞的頭放在底下 為何會別人問 臭 然後我們就放進去 這頓飯很好吃 好吃 謝謝 謝謝 但當然我們每次都會分享 我們離婚復合的見證 因為我們也想幫神去做一些事 其實這麼難得我們兩個在一起 其實不是靠我們兩個自己 不是說他怎樣寬恕我, 我怎樣寬恕他 完全不是 反而我覺得如果沒有神在 這個傷口應該不可能可以賣得到 而且似乎都不可能拔出來 當我每次去分享, 每次去說的時候 其實到了一段時間 是有醫根他的傷口 也都是在我自己的罪上 其實我好像被神幫我 卸免了一部分的罪 令到他走出來的時候 可以更加有神的香氣在當中 我很明白神給我們的心意 除了我們分享見證 就算一些家庭沒有問題 即是關係本身好 可能生活的壓力 令到他們很少一起坐下吃飯 我回想 原來我多回家吃飯 或者我煮這一頓飯 去哄一下我家人開心 我們的關係 我們的家庭樂 就是可以在煮飯的時間 都可以建立出來 所以我很明白我們真的可以改變 好, 我們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希望你們喜歡 好, 謝謝你 這餐飯很好吃 很好吃, 非常好吃 謝謝你 好, 開心 謝謝 好,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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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禮拜 再定了婚盟有什麼不同 你覺得 我都是一樣 又沒什麼特別 可能我們沒有時間正式坐下沉澱 我只是覺得身分上太多人叫我陳太 不習慣嗎? 陳太太太 她經常被人叫女神 我感受到她很想做一個丈夫照顧我的角色 她主動她每一件事很細心 我這幾天經常說你很聰明 你這麼厲害 其實陳換了眼睛給她 她欣賞你的眼睛 對,換了眼睛給我 而且你說話都明顯溫柔了 我今天真的覺得你… 是嗎? 你說話… 你說笑聲最誠實 我看到她們走在一起 對,順處了主之後 其實不是所有問題都解決了 但她們也很努力 我看到Jo很多時候都會問我們 有哪裏她可以多讀聖經 多認識上帝 對,而Suzanna 我看到她有很大的轉變 本來她是很強 有很多自己的主見 但我看到她有時候 她知道她需要和大家協議 我給她們的祝福 就是… 給Suzanna 其實很多人都很欣賞她 不過她也很成功 但我希望像珍而沙一張 她的兒女起來 稱她為有福 而她的丈夫也稱讚她 而她的丈夫,即是Jo 我也是祝福她 她會在城門口 和長老同坐 被眾人所認識 她在她的工作上面 在她的侍奉上面 都成為一個 神所喜悅 也都榮耀神的人 她整個家庭 都成為一個美好的見證 我們由相識到結婚 其實不太長時間 在這十年裡 其實我不斷出賣她 到我們離婚的時候 都花了七年的時間 神是將我們兩個完全去摺位 我覺得神對我的教導 是更加嚴厲的 我從小到大都很拯強 就是什麼都要做到 我不會做不到的 因為我會用給別人更加多的努力 而在這個婚姻經歷上面 是給我一個很大的警醒 就是原來有些事 不是我很努力去經營 我很用心就可以得到 我覺得她完全祝福我 因為有這樣的家庭 我發生這樣的事 居然我們兩個可以在一起 完全是一個祝福 但神比我們的方法很不同 即是你很想要 她就讓你去試 譬如我們離婚了 各自覺得對方應該是怎樣的 她真真正正給了我想要的另一半給我 她又給了另外一個想要的 當出現的時候 其實完全不是我們心裡想要的那件事 反而我相信我們兩個對方 其實都很愛對方 但我們真的沒有一個很正確的方法去做 唯獨是我們最大的教導 應該是當我們離婚 當我們兩個女兒開始出現問題的時候 我們兩個開始學習怎樣去跟隨神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神從頭到尾是在祝福我們 我切想後果是難接受 在抹不情愛心的呼求 面對一身負上後果 承擔不了的錯 為何與傷痕令我不開心更多 忘記所有發生你可以嗎 讓我再活過 再次選擇不輕信再決定活走他 可以嗎 誰會接納我 誰會接納我 會原諒我 我渴望生命從長 自由 與真愛 極敵恩羽 滋潤普世華人心靈 恩羽之聲 以世界各地華人 經歷耶穌基督 帶來生命改變的真實故事 透過全球電視 和電台廣播網絡 還有電腦互聯網 廣傳福音 也都以生命關顧電話熱線 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們的事工很需要你經濟上的支持 讓我們繼續為福音齊心努力